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记录高位不足1% 本周美国的GDP 欧美制造业PMI 工业产出 零售 销售等经济数据扎堆出现 央行方面美联储仍然是重点 除了经济贺皮书之外 多位的美联储官员还将讨论经济状况和前景 此外澳洲联储也公布四月货币政策会纪要 那如何来分析当前的市场情绪 一些品种趋势的把握如何认定各货币当中的操作机会呢 又该如何把握 我们将和焦灵老师一起来讨论一下了 好 首先我们来看美联储近期在货币政策上的态度呢 出现了很大的一个转变了 市场预测其在19年度加息的可能性近乎为零 那甚至有近40%的可能呢 选在年底降息 基于美国持续软化的一个态度 美职是不是会在下半年变得比较疲软 而相应的黄金来说会不会逐渐变得较为强势 蒋英老师 目前来看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对于18年来说 确实是变得比较疲软 如果大家呢有关注一些财经方面的消息 就会发现在上周日的时候 特朗普呢又是在推特上面 针对美联储的这个货币政策 指出了其过于鹰派 会导致呢 美国的经济出现很大幅度的增长放缓 并且在推特上直言道 如果说不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过于鹰派的话 那么美国股市的表现可能会比现在更加强势 那么相对应在三月份 美联储货币交流内容发布之后呢 市场对于美联储今年加息的预期 基本上是下到了一个零 市场普遍认为它不会进行加息 并且呢在本年度最后一次货币政策调整上面 市场普遍预测它会进行了相应的一个减息的策略 不过目前从Johnny个人的看法来看 美国呢虽然今年加息的可能性不是特别高 基本上不可以加息 但是呢它相对应去采取降息的这个策略呢 概率呢其实并没有市场预计的那么高 因为呢美国经济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股市还是表现的非常狂热 但是实际上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这个局面 绝对不单单是因为强势美元所导致的 所以呢美联储还是会在基于去年货币政策基础上 稍微放缓现在鹰派的态度去采取一定的货币利率储备 以应对将来市场出现比较过热的情况 去进行一个合理的调控 那么当然特朗普现在呢也想要在美联储里面 新安插进去一些比较隔派的这个票委或者委员 那么当然它究竟能不能通过一些手法 让美联储变得更加隔派 目前来看几率并不是特别高 那么相对于黄金来讲 最近也就是咱们在录制这一期的时候呢 黄金表现是非常疲乱的 上周行情呢在跌破1300点 最高回升到1310点 又重新跌到1300点下方 并且本周一跌破1290点之后一路下行 昨天晚上刷新了1272点附近的这个低点 黄金变得比较疲软的 其实本次的原因并不是来自于美元提供的压力 而是呢相对应 英国在脱欧进程中间呢 出现了一个风险下行的情况 市场上的避险需求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下降 那导致呢黄金现在 它在和美元的这个博弈 或者说呢市场在取舍美元和黄金 或者英镑行情的时候呢 选择了一个暂时放弃掉 对于黄金的疯狂的买入 那么从技术面上来看 黄金行情接下来一段时间 大几率的还是会在风险下行的情况下 继续出现一定幅度的下跌 直到市场上面出现一个新的风险需求 那随着我们的风险情绪的降温呢黄金可能 目前来看的话 仍然是面临一定下行的一个风险了 所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交易连线的一个环节啊 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于台湾的 SKY学院的交易导师SKY老师 来与我们进行一个连线 好现在就让我们联系一下SKY老师 SKY老师你好 主持人 那市场对于本周将出炉的 美国零售销售数据的预期呢 也是非常乐观 短站上来看美元是不是有望震荡上工 那以及接下来的时间 您是怎么来看待美元的 好的主持人 美元指数目前来看的话 基本上还是主要以这个欧洲的动向为主 那在今年四月的部分 本来英国脱欧应该是要有一个结果的 可是因为这个欧盟与英国之间的协议 在这个四月的部分还是没办法达成协议 所以基本上来讲他们把时间延期到了今年的十月 所以美元指数在这段期间来看的话呢 还是以看多为主 那短期目前是在95到96之间在做游荡 那长期来看的话呢 只要一旦突破了97的价位之后呢 美元指数会很快的上行到98的位置 所以美元来讲的话 今年还是以强势的格局来看 那今年来讲的话呢 就是准备就是美国特朗普总统准备要做连任的选举嘛 那我们回去看过去几次的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 就是在美国总统要连任的时候呢 其实股市都会出现 之前都会先出现一波沙盘 然后最后呢会突破前高 这是过去的历史的一个惯性 那在今年来看的话 从去年来看到现在为止来看的话 好像似乎也有这样子的惯性存在 像去年的这个稻穹是从这个26,000跌到21,000左右 然后最后一直是往上拉拉到25,000以上 现在已经又回到26,000以上的位置了 那在这样子的格局来看的话呢 其实我们就必须把它看成是一波吃货的一个 就是吃筹码的一个走势 那这个市场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大户呢 它把这个资金从21,000一直吃货吃货吃货 吃到26,000以上的价位 那代表说他们看到的未来 还是有一波的这个多头的行情存在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个人是上看 这个道雄有机会在这一两年 在创这个历史的新高 可能最快的时间就在今年的6月7月左右 很可能就是5月 甚至5月就有可能会看到 那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呢 这个道雄就是大盘来讲的话 我是长期目前还是看多 好那黄金银是怎么看的呢 那在道雄长期看多的情况之下 在美元也是长期看涨的情况之下来讲的话呢 黄金基本上今年来讲 高点可能就在前几个月 前几个月的这个1346的价位 可能是今年的高点了 那如果道雄真的往上走上去的话呢 今年黄金可能从现在来看的话呢 中线它是下看到1256的位置 那在年底之前可能会是下看到1200左右的价位 所以黄金目前是看空 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货币来讲的话呢 货币还是以美元为主吧 那货币来讲的话 我会建议这个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美元对日币的走势 美元对日币的走势来讲的话 基本上美元对日币 未来还是有机会会看到115以上的价位 那115以上的价位来讲的话呢 我就会建议这个投资者 可以长期来做多这个美元对日币的货币 那美元对日币的货币来讲的话 你做多那还有正的库存费可以赚 那还有价差空间可以赚 所以这个是投资者近期来讲的话 可以长期关注一下这个美元对日币的货币 黄金目前呢 它一直在等待这个道琼的发动 那黄金才能往下走 那黄金目前近期都一直在1290到1300左右的价位 在做游荡 就是在等待这个大盘指数的向上冲高 它才有机会往下回落 那目前来讲的话 黄金在1281的这个价位 是它很重要的一个支撑关卡 那只要它一旦跌破的话呢 它基本上就会一路的往下下行 那下行来看的话呢 它基本上会先下看1256的位置 那1256位置 只要走到之后呢 它可能会向上再往上整理一下 那在今年年底来看的话呢 黄金最低有机会看到1200左右的价位 那1200左右来讲的话 如果投资者在今年年底看到1200左右的价位 我会建议投资者在1200左右的价位呢 去逢低作多它 然后呢 如果这个 所以在近期的交易上来讲的话呢 黄金建议关注这个1281左右的价位 有没有跌破 但如果1281的价位有跌破来讲的话呢 就可以顺势做空它 那可以一路的空 那等到1256再来做这个获利平仓的动作 好的 非常感谢斯甘老师 我们下次连线再会 好 再来关注一下原油方面 欧佩克组织1月份减产到今天为止呢 原油的价格大幅上涨 那近期国际市场 不少产油果也是因为天气 可其他因素的影响呢 出口产量也是大幅下降 美元油和布伦特原油的价格 因此大幅上涨 也是因为担忧市场份额被美国占领了 而且其他地区石油出口减少 市面上传出欧佩克组织和俄罗斯 最近呢 恐怕决定适当的增加产量的一个消息 那关于原油的后事 想请问一下 张宁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原油行情呢 最近表现的比较亮眼 肯定是吸引了很多交易者朋友的这个关注目光 因为呢 从原油去年元旦开始 一路下行到现在为止 一路上行的这个表现 是非常具有戏剧性的 首先呢 不得不提的是 本次原油大幅上涨 最开始的原因 还是因为OPEC加组织和俄罗斯 他们相对应的去提供了一个减产协议 新的一轮减产帮助原油的起稳回升 最近原油价格在达到62.00整数关口上方 不断上探64.5065.00关口的这个位置 其实呢 主要动力来自于除了OPEC组织之外 比如说包含的伊朗啊 委内瑞拉这些国家出现了一些供给上的问题 市场的担忧 OK 不光是原油市场交易市场需求商去担忧这个问题 反而呢沙特和俄罗斯现在也在担忧原油供给 是不是会出现过于紧缩的这样一个现象 另外一个原因呢 主要是在于美国不断的提高这个页岩油产量 相对应的现在在全球范围以内 很多的市场份额呢 已经被美国给占领掉 所以呢 俄罗斯和OPEC沙特领头羊 他们在商议以后 根据现在这个情况 可能会相对应的去缩减值钱的这样一个减产计划 那么换言之也就是相对应的提高现在的一些产量 今天呢是周三 周三凌晨的美国API组织呢 也是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原油库存数据 这一次的数据其实是比较超乎市场预期的 因为原油产量呢下降了非常大的幅度 之前出现供给紧缩啊 大家会在想原油产量的会小幅的下降 但是这次下降的幅度实在是过于显眼 所以呢在数据公布之后 本来担忧俄罗斯和OPEC组织国家会增加产量的这个多头呢 又再一次在原油市场入场 并且呢现在大家可以来看四小时图表 原油呢在四小时级别走势呢 表现的非常非常强力 虽然呢截止目前为止 EIA组织呢还没有公布比较官方的 这样一个原油库存数据 但是目前技术面上行情向上去刷新最近两周高点 甚至呢最周半年高点的需求是表现的非常明显的 多头是现在呢是拥有比较强劲的动力 不过换言之大家呢 在四小时图表上也能看到 接下来原油呢会出现的可能会潜在的一系列的风险 就是呢在今天API数据公布之后 原油行情在大幅拉升的同时 MVCD指标呢并没有给行情呢一个特别明显的配合 这样一种现象呢就可能导致 如果今天晚上EIA数据公布的比较利多 市场上面交易者呢会选择纷纷跟进买入原油 但是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技术面上的背离 从而去引发一个大幅的下跌 从交易的角度来看 今天晚上EIA数据公布的情况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在于 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 EIA数据公布以后 不论行情上涨幅度的大小 或者不论行情涨跌的情况 究竟这个MVCD指标在此次数据出现以后 有没有进行修复 才是散户交易者在交易中间 应该去关注的重中之中 好这是张正老师对于目前原油总是一个看法 我们的投资者朋友也不要盲目的进行一个跟进和操作 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 去选择我们市场当中适合交易的机会了 好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托误方面的消息 英国还是没有在3月29号顺利的如期完成托误 在国内为了争取更多的一个投票支持 美宜也是近期多次公开表露 托误协议过关后 其会正式辞职的消息 以便新领导人进行下一个阶段 托误进度的一个工作 而欧盟上周决定延长退欧时间 最长6个月到10月31号 那英镑在外汇市场当中又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的投资朋友应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操作策略呢 教练老师 托误问题是已经很长时间影响到大家对英镑和欧元行情的操作 之前在3月底的时候 因为在计划中英国应该在3月29日顺利的完成托误 那么当时呢 其实市场的风险情绪是非常非常高涨的 大家从图表上来看 就像刚才聊到的这个黄金一样 最大幅度的上涨或者拉升呢 其实就是出现在3月底 4月初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 之所以英国没有顺利完成脱欧 还是在脱欧协议上面 其实英国本土对于梅宜达成的这样一个协议 接受度还是非常低 那么梅宜呢 现在在国内受到的压力是非常非常高 有一些人去反对它的这样一个协议 所以呢 市场上面大家也可以确切的听到 这个消息是来自于官方的 就是梅宜说 那么只要这个脱欧协议完成之后呢 我会去选择让钱 然后呢 有新的领导人去进行脱欧谈判 其实呢 从这一点来讲 一方面是欧盟不会再 已经明确表态过 不会再针对脱欧协议做过多的让步 另一方面呢 就是外面的问题没办法解决的话 梅宜只能去寻找内部的支持 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梅宜在获取国内支持的 这样一个进展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理想 英镑行情呢 市场之前一直在预期 如果欧盟能够顺利的长时间 OK 比较长时间的去延长一个脱欧的实现 可能呢 英镑行情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 不过目前来看 大家已经可以从旁边上发现 欧盟答应去延长这个时间 到10月31号以后 英镑行情呢 反而是陷入了一个非常长时间的横盘震荡 并没有像市场预期中的一样出现 暴富性上涨 甚至呢 在昨天晚上行情呢 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下跌 那么咱们来看一下技术图表 如果从比较小的周期 4小时或者日线呢 大家会发现 英镑同盘震荡的过程中间 多空的力量对比是比较均衡的 但是在周线上面 在市场预期的大幅拉升 没有出现的情况下 英镑行情反而是连续两周 不算本周的情况下 连续两周出现了两次 冲高回落的这个行情 并且呢 在周线的收盘价上 已经很长的时间 没有完成关键压力位的突破 加上昨天晚上短线向下 出现滑落的这样一个举动 其实呢 现在市场交易者 不应该过分盲目的 在短线和中线上去看多英镑 虽然咱们从周线上看出来 下行的这样一个走势 很有可能的只是 一个短线的表现 但是一定要注意行情 突然出现向下去 进行剧烈波动的 这样一个可能性 好 对于目前英镑来说呢 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也应该谨慎的去追多 还是焦宁老师从技术面上 也为我们更加详细的去分析了 目前英镑的一个走势 所以在后市当中呢 也希望我们的投资者朋友 能够对英镑来说 整体能够把握出 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机会了 好 那以上就是本期的 会是经贸区的全部内容 更多内容您可以关注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或者是官网 进行更多的了解了 我是Lulu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